一輩子的歌曲 下午一休 大家好 我的手語名字是嘉宇 我高中的時候 就對手語有興趣 曾經參加手語社 一直對手語都沒有辦法忘忘 日常我可以看到首宇的場合 大多數是在選舉時候候選人的編後會 還有最近幾年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轉播上面可以看到首宇翻譯員 那個記者會為大家服務 這又燃起了我對首宇的熱情 自從我們化名的首宇翻譯連續頒之後 我就一直期待課程的到來 我高中時候所學的首語 是屬於文字首語 我仍然有很多打首語歌的印象 現在我使用的是台灣首語 所以更有同於我們的社群 我就像新接觸首語一樣 對首語有個新的認識 首語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地方是 要有豐富的飛手信號 因為首語不是只有手還有表情還有動作的大小 甚至只能要用上身體其他的部位來表現 我常常只記得手的動作 往臉上的表情來加強武器 所謂的句型結構跟口語也不相同 雖然偶然偶然可能可以看得懂我在比什麼 但是我還是要把首語打得自然才對 感謝林老師 這位老師 美婉老師 很用心的準備課程 啟囊相授 也謝謝好多的龍老師 來幫助我們練習 我很喜歡也去幫上課的氣氛 同學們也都很勉勵認真 熱烈討論同時也很歡樂 每次上課都讓我收穫滿滿 現在初期班的課程結束了 我很捨不得 我想還要繼續參加進階級班 也想要考取首語班的證照 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樣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